阿歷斯 喂,阿歷斯 為何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因為我們拍了這麼多集都未出過外景 所以這次來到 J.Crew 那為何選J.Crew呢? J.Crew出名是 Casual Wear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有西裝 對,不如教大家如何襯西裝 好啊 - 這麼快換好衣服給你? 對,不如現在開始說一下如何配合上班西裝吧 好 我覺得可以從襯衣服開始出手 因為男士上班一般都是配合正式黑白灰,很滿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配合一些圖案 例如隔條,像你那樣的格子的話 我覺得令整個顏色配搭起來會比較有趣 除了之後,我覺得Cino褲是比較適合西裝 因為Cino褲是比較硬的質感 西裝有時會比較軟 令整個硬和軟的質感配搭起來會比較有趣 衣服都是對於襯西裝的關鍵 內衣服和褲子對於西裝來說是有提升的作用 就像我剛才說過 用圖案的襯衣服去配襯西裝的時候 亦都可以加上一些圖案的褲子 去配襯狀 令整個西裝的質感比較有趣 或者可以配襯一些襪子 或者可能是皮帶 令整個西裝造型有不同的質感 我覺得這樣對上班來說其實都比較有趣 男士除了可以向衣服入手之外 還可以留意西裝的細節 例如襯衣的長度 和西裝的衣服就可以滾滾 整體效果不同 褲腳亦都可以滾滾 尤其是身形比較矮小的人 如果滾滾滾滾滾滾 褲腳隨時可以拉長 那是什麼意思? 在說你 喂!這麼快換好衣服嗎? 你穿到這樣? 喝了一餐 你這樣? 真是神經病 我真的沒見過你穿Tux 我第一次穿Tux 那就是要說穿Tux 和普通襯衣的分別 首先,大家知道 一定要戴的 其實裡面的襯衣 和普通襯衣是不同的 裡面有一件Tux的襯衣 其實裡面有一些Ruffles的設計 令到整件事的感覺 會比較整體一點 第三就是腰封 腰封其實的作用 就是防止那件襯衣 就掉了出來 還有有時打開樓的時候 看上去都會比較整齊一點 第四就是Cuff length 你知道你結婚嗎? 有時常常跟人家握手 握手的時候就會拿出來 男士就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圖案 或者一些材料去配襯 但還要配襯整套的感覺 不要突然加上紅色的Cuff length 最後就是Tux的褲 跟一般的西裝褲不同 旁邊有兩個用券去做的細節 令到整個造型或者是整條褲會比較修身 好啊 那我就說一下西裝怎樣才為之合身 其實西裝為之合身 最重要是看四樣東西 首先是由肩膀開始看 西裝的肩線 要剛剛好落在肩膀的位置 不能太入 也不能太出 第二樣東西要看的 就是看西裝的手袖 西裝的手袖 就要落在手腕的碗骨位置 然後露出大概四分之一吋的襯衣 這樣就為之最適合身 另外第三樣東西要看 就是看西裝合不合身 當你扣了第一支扭之後 平放兩隻手指 如果是剛剛好的 就為之合身 最後要看的是西裝的長度 衣尾就要剛剛好落在褲袋的袋 還有剛剛好遮住後面屁股位的袋 這樣就為之適合了 哇 原來藍裝西裝都頗有學紋 對呀 今天大家都穿姿色 那這裡那麼多西裝 不如我們再選一套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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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